HELLO 大家好,我是VINDER 本周韓版月光没更新 那来讲讲暴雪嘉年华 前几日,暴雪嘉年华发表了一系列更新计划 例如魔兽世界、斗阵特攻2、Diablo 4等 但其中最吸引我的肯定是尾声端出的 Diablo 2 Resurrected 暗黑破坏神2 浴火重生 前提是没有重演魔兽争霸3的悲剧事件 还好我个人最爱的是第二代 Diablo 4虽然有释出更多的游戏画面跟技能展示 但因为有Diablo 3发行后的前车之键 发行前的试玩预告跟最后正式多半会有落差 所以还是等发行后再说吧 不过最近Diablo 3也有更新不少东西 到时候新赛季值得回锅玩一波 而D2R这次并非像是FF7、REMARK整个重制 而是基于核心玩法与场景基础上 官方称作70-30 Video Guide的方式 在不破坏经典的元素下 做场景、音效、特效等图形渲染及优化作业 很显然直接打中D2的粉丝 毕竟一款截然不同的游戏就不能称为D2了 像是界面UI虽有调整 但人保有原始样貌 增加了共享储物箱 有玩过二代应该就会知道 要转移道具 通常就是要自己开房间或是找人帮站 这次直接内建 优秀 增加自动持取金币 是对应现代的操作机制添加 但对于老玩家而言 持取金币也是一种游戏体验 所以游戏内人保有让玩家有选择权 可以在设定中关闭 增加手把和多平台支持 但我认为用电脑 才能完美体会这部作品 这次重置的D2确实使人雀跃 看这次很多老玩家 看到画面播放的时候 就知道这款曾经的经典 带给人的感动是如此的难忘啊 想当年半夜玩D2 还会被吓到 游戏营造的氛围真的很棒 这是在D3上无法体验的 至于是真粪还是真香 就等正式上市后见真章了 我是Binder 我们下次见 拜拜